极品大波妹子独自野外生存 想要获取食物保持自己的大球时代到底有多难 上期她可是布置上了超级打野陷阱 希望能够收获到足够的肉食 这次更是打造鱼匡 想要搞到富含蛋白质的极品核仙 而结果绝对是值得一看的 毕竟就这壮观的场面 那真是震撼啊 而且还不讲武德的掏了地洞 绝地三尺的将里面的东西直接给拿捏了 能打洞的跑不了 会飞的也是遭殃了的情况下 不仅抄了野鸡的老挝 直接没收了鸡蛋还制作出一把弓弩 打起了野鸡的主意来啊 而带纹身的辣条也是美桃子 被大美搞成了烧烤辣以及辣条粥 简直是炸裂啊 布置好陷进之后大美开始反乘 没想到发现在一些枯木和植被纸上 竟然有着不少的大蜗牛 而且为了方便携带 大美还采集了大树叶作为容器 看样子今儿的法式大餐没跑了 为了让法式大餐更有味道一些 大美还采集了一些野菜作为今儿餐食的搭配 毕竟在野外不仅不能缺少蛋白质 维生素那也是不可或缺的 大美抓到的大蜗牛不仅个头巨大无比 而且看样子数量还不少的样子 清洗之后装入到锅中几乎装了半个 足足的有个三四十个之多 野外的食物 尤其是蜗牛一类可是最好是采用水煮 将里面的有害生物彻底灭杀 趁着煮蜗牛的时间 大美又将熏干了的皮皮扇拿了两分 直接砍成了一块一块的扇断 而煮熟的蜗牛则是被他用竹签一一的挑补出来 足足的搞了一瓶底锅 皮皮扇加入清水之后便和野菜一同炖煮了起来 看样子就很不错 至于蜗牛肉嘛 大美则是采用了回锅肉的做法 回锅轻炒了一番 一顿饭 两个肉菜一个素菜 而且这还是在野外 不得不说 论荒野美食这一款 大美那绝对是顶呱呱级别的 好吃又营养 干净又卫生了 吃饱喝足之后的大美可是没有修行 而是切割出大量的竹面来 开始编织起了捕鱼竹笼 这种捕鱼竹笼还是比较常见的形状 圆锥形 不过倒不是标准的圆锥形 而是末端的小口收紧 终端装鱼的位置适当放大 鱼龙的颈部因为要设置容易进不容易出的 进鱼口的原因 会适当收缩 至于最末端的大口处 则是为了让鱼龙一进 自然也是最为宽大的部位 鱼龙打造完毕之后 鱼饵自然是不能够少的 溪流里面的小螃蟹可是不少 大美不到两分钟便抓到了两只 将它们敲碎之后便是极佳的鱼饵 完事后大美来到了溪流的上游端 这里有着一处落差比较大的水流 下方的深水区域便是放置鱼龙的最佳位置 放置好鱼龙后 大美本来是要准备回去的 没想到再次遇见了危险 这一次可是一条眼睛皮皮闪 要是被这玩意咬上一口 那大美可就真的要少走半辈子的弯路 可是大美是谁 她可是有着AKA荒野小公主 技术流打野第一人的称号 最终眼睛皮皮扇还是没有躲过一截 强大如她也是只有沦为荒野美食的命 被大美打野到一顿切割 便遭遇了皮肉骨分离的惨剧 骨头加上大米后 直接被大美搞成了扇鱼骨粥 外皮则是和面粉进行了充分的混合后 被大美放入油锅之中 炸成了酥脆可口的美食 至于肉断部分 倒是没有接触到面粉 不过也是难逃油间的命 就这般的 大美今儿的极品大餐便是一扇三吃套餐了 我只能说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反正我是不敢吃的 次于一早大美就来到了水源地 将下方的捕鱼竹笼给拿了上来 满怀期望地查看了起来 随着大美倒置这捕鱼竹笼 里面先后倒了出来两条小鲶鱼 而最后的话 一共收获到了三条鲶鱼和两三只小和虾 这点收获大美还是基本满意的 毕竟搭配上米饭的话 勉强还是够大美吃一顿的 为此大美还特意地到附近采摘了些野菜 不过在采摘的过程之中 大美却是意外地发现了有山鸡的身影 这可是把她给高兴坏了 立马便在四周搜寻起来 准备找到山鸡的老巢 还别说 大美这运气那是真的很不错 一番搜寻之下 竟然还真的找到了山鸡的老巢 里面没有山鸡不要紧 但是里面可是有着九颗山鸡的鸡蛋 但是其价值怕是得是加鸡蛋的好几倍 而且对于大美来说这可是宝贝 毕竟鸡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将所有的鸡蛋一锅端后 大美还在归来的路上砍了一根石木 回到营地后 更是马不停蹄地对着石木动起了手 制作了弓弩的弩身模样 大美这是要不讲武德呀 不仅一锅端了山鸡的鸡蛋不说 接下来还打算要了山鸡的老命 至于弓弩的弩身部分 那自然是采用弹性极佳的竹子来打造 这部分制作相对较快 不过想要将弓身穿过弩身的话 那就必须在弩身之上开出一道贯穿的缝隙 为此大美直接采用了炭火灼烧的方法开口 效果很是不错 弓身与弩身连接好之后 还得在弓弩之上开出一道笔直的凹槽作为剑道 这样的话剑使在激发出去的时候 才能保持很好的精准性 剑道制作完毕之后 剩下的便是弓弩的弓弦部分 由于大美带来了麻绳 直接用麻绳充当弓弦即可 绑扎好之后大美还特意的试了试效果 将弓弦拉到了卡槽之中后 再扣动扳机 看起来很是丝滑 完事之后那便剩下箭矢的打造 箭矢的制作相对简单的多 直接利用竹条打造 再绑扎上树叶材料的剑语就行 一切完毕后 大美找了一颗芭蕉树试了施工母的威力 随着一次次的扣动扳机 一只又一只的箭矢就好似脱缰的野马一般 疯狂地击穿了芭蕉树 看看这穿透力度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 大美打造出威力最大的弓弩 打造完毕弓弩之后 大美这下才算是想起来还没有吃饭 于是乎先煎了两颗山鸡蛋 接着又将几条鲜鱼和几只河虾一同下隔 好好地煎炸了一番 这便是大美今儿的晚餐了 美美地睡上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大美便带上了弓弩 来到了山林之中开始搜寻山鸡的身影 然而山鸡没发现 却是发现了一片新的水域 而且这水域内还有好几条大鱼的身影 本着搞不到鸡肉那就搞鱼肉的原则 大美当即就给弓弩上了剑 瞄准水中的鱼儿 直接就来了一个精准打击 当场就让一条二十多厘米长的鲜鱼领了河饭 不过虽然开具不错 但是随着鱼儿进入深水区 在水的阻力下弓弩就很难打中它们了 但是大美是谁 它可是号称AK荒野小工具 技术流打野第一人的人 弓弩不行 那就采用其他方法便是 大美先是利用砍来的竹子 制作了两张蓝和竹墙 将这群合鱼直接给拦在了竹墙之内 接着又是利用切割出来的细竹条 开始疯狂地编织了起来 这一次可不是要编织捕鱼竹龙 而是直接做了一个捕鱼竹筐 利用捕鱼竹筐柱核中的大鱼 之后再通过竹筐顶部的大孔洞 直接抓鱼即可 这步还没到一分钟的时间 大美便利用竹筐抓到了一条 重达一斤左右的河鱼 不得不说这种捕鱼竹筐抓鱼的效果 那是真的很不错 一旦鱼儿被筐中 那基本上算是彻底的完了 被大美抓出来之后 那就只有被串在竹墙上的命 而后的大美那是越抓越有经验 越抓越有感觉 接连不断地就上了不少的鱼货 看看这竹墙之上的鱼货数量就知道了 这至少也得有个八九条大鱼去了 着实是鱼货满满 而最后所有的鱼货更是惊人 直接搞了两大串的黏鱼 估计的有个十几斤的样子 看得大美两眼貌新鲜 毕竟这些都是蛋白质啊 足够让它直接保持F不会跌落到顶 这么多的鱼儿大美一顿自然是无法吃完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涉及到鱼儿的保存问题 为此 大美先是将所有的鱼儿都一一地去除内脏 并且切割开来 这些切开的鱼可不是大美尖的餐食 而是用来制作熏鱼的 整体切割开后熏烤起来才会快 而这几条打上了花刀的黏鱼 则是大美尖的吃食 打上花刀方便入味 最后再将它们绑扎在两根竹条之间后 放置在炭火之上烧烤起来 做成烤鱼即可 至于熏鱼部分 为了让鱼肉在熏烤时与炭火的热量接触面足够大 那么就不能将鱼吊起来烤 而是要打造出一个竹制烤盘 而且烤盘还得是镂空才行 这样的话 热量才能很好地透过烤盘熏烤和鱼 由于鱼儿的数量比较多 为此大美打造了一个一米边长的正方形烤盘 将烤盘挂在火堆上方六七十厘米的高度上后 大美便将一片片的鱼肉给均匀地摆放了上去 看看这鱼肉质量和鱼肉数量 还好大美打造的是一米建方的煮烤盘 否则还真有放不下去的可能 随着上方熏鱼在烫火之上熏烤 鱼肉的颜色也开始慢慢地有了变化 而下方的烤鱼也到了熟透了的时候 那叫一个鲜嫩多汁 吃得大美无比地爽快 吃完午餐之后的大美 先是将烤鱼挨着个地翻了一个面后 接着又带上了公母 看样子大美这是对山鸡还不死心啊 正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饶鸡处且饶鸡啊 鸡蛋都端走了 还想吃鸡就不怕全坤出鸡吗 然而大美就是那么地刚 一番搜寻之下还真的发现了一只鸡 不过这鸡怎么像是家养的公鸡啊 见此状的大美也不管三七二十七了 拿上弓弩瞄准鸡哥后 就是不讲武德的输出 这下养了两年半的鸡是直接他防了 耶稣来了也保不住他了 被一发销魂之后的他 直接领了最新鲜的便当 灵魂不知去向 肉身挂在大美身上 将山鸡带回到庇护所之后 不一会的功夫 山鸡就被大美给彻底地退了毛 并且清洗干净了 好好的将炭火给刨了刨之后 大美便将山鸡给架在了火堆之上 做起了烤鸡 这只烤鸡也在大美的不断翻转之下 表面慢慢地变了颜色 由青色走向了焦黄 由稚嫩走向了成熟 最终成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好鸡 看看这肉质 看看这汁水 那叫一个巴士的版 这让大美当场就迫不及待地 对着大鸡腿撕咬了起来 毕竟鱼肉再怎么做那也是有一些鱼腥味的 而这烤鸡肉可就不一样了 除了香味外 剩下的还是香啊 吃的大美那叫一个满嘴流油 好不痛快 这段时间 大美的食物可是极其的充足 为此她打算再将生活好好地改善一番 来到上游砍来了不少大竹子的同时 大美顺便还采集到了不少的竹子 不过这一次的重点可是这些竹子 因为大美打算打造一个荒野版的露天浴场 淋浴设施的主体框架便是利用竹子打造的 而且连接部位还采用卡槽的连接方法 在大竹筒上开凿出孔洞之后 再将两小竹子卡在里面 至于淋浴的淋浴器小孔 大美则是采用了烧红的小铁签 在竹子上一一地扎出孔洞 这个工作量可是不小 毕竟大美打造的淋浴器 足足地有着五根近乎一米长的竹子 而且每根竹子上都得扎出两组二十个的孔洞才行 以便达到最佳的淋浴效果 淋浴器部分制作完毕之后 大美又在大量的竹筒竹节部分开了孔 再将开孔位置的竹节打掉 这样的话水流才能通过连接在一起的竹筒 流向淋浴器 这部分的竹筒数量可是不少 毕竟要靠它们由高处接引吸水过来 完事之后 大美先是利用绳索绑好淋浴器部分 将其吊装在一旁的树木之上 借助树木固定好淋浴器的一端 而另外一端则是采用了大竹子作为支撑 在固定好淋浴器部分后 大美便开始沿着淋浴器上的大竹子 向外一段一段地拼装起了水管的部分 为了让流水有着不错的压力 大美最后的一段竹筒可是一根长竹筒 那是直接连接到了高处的吸水 这个落差估计得有个两三米的样子 随着所有的竹筒全部接通之后 淋浴器也开始慢慢地流出了水流 由小到大的 最后稳定之后那叫一个漂亮 大美之前打造的每根竹筒都是双排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变出了效果 看着淋浴器上的水流 大美这下可是高兴坏了 赶紧地将衣服给脱了 直接来到了淋浴器下 开心地来了个露天淋浴 毕竟在荒野之中 能够有这样的喜悦条件 那绝对是荒野独一奋 这样的淋浴条件 对于女性荒野求生者来说 那吸引力更是巨大 干净又卫生嘛 看看大美 这洗澡洗得简直是忘乎所有 一连着洗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结束 完事之后的她直接搞了几条烤鱼 又是美滋滋的一顿烤鱼大餐 幸福满满啊 当然蔬菜那也是不能少的 鲜嫩的烤竹笋不仅是维生素的提供者 还能保障大美尝到通畅 这段时间大美的日子很是舒服 不过不知夏的竹剑打野陷阱 可是一直没动静 今儿又来查看的大美 倒是有了意外之喜 在竹林边溜达的时候 大美意外撞见了一个超级大的鼠洞 心里头一琢磨 这八成是竹鼠的家 她蹲下身子 扒拉了几下洞口的新鲜泥土 嘿 热乎乎的 里头肯定有货 大美二话不说 抄起锄头就开挖了 有了这趁手的家伙 挖洞那叫一个得心应手 响响响几下 没一会儿崩出 洞口就探出了一个大脑袋 一只胖嘟嘟的竹鼠 还是浅色的 看着怪可爱的 在洞口那儿还挺得意呢 不知道危险正悄悄靠近 大美可不含糊 继续挥动锄头 洞口越挖越大 竹鼠也整个露了出来 大美瞅准机会 搜的一下 揪住了竹鼠的尾巴 轻轻松松就把它拎了出来 这家伙得有两三斤重呢 算是大丰收了 回程路上 大美还顺道摘了不少竹鼠 顺便把之前射的竹剑陷阱也给拆了 毕竟任务完成 得清理战场嘛 至于那只大竹鼠 大美没急着下锅 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了竹童 家里烤鱼还堆成衫呢 先养着 大包小包的 大美满载而归 结束了这次野外探险 看样子 这只竹鼠也要过上安稳日子 直接跳过了野外打拼的半辈子 算是走捷径实现梦想了吧 等待他的大概率是一道荒野名菜了